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說我成故事 我們今天繼續探索一下九龍東 今次就說說茶果嶺的裘子石 茶果嶺裘子石 是位於茶果嶺天候廟外的一堆天然巨石 又稱為卵石 相傳有裘子得志之效 傳說在清代之前 已經有不少等了很多年 都未有小朋友的水上遺民和陸上村民誠心討告 沒有拜裘子石能夠裘子得志 裘女得女 而在嬰兒滿月的時候 父母只要根據傳統 回帶三生、酒、薑、冬菇、慈菇、紅雞蛋和香粥 來籌借裘子石 小朋友就可以平安大吉了 根據茶果嶺村所見的告示牌所述 曾經有一名外籍民政官結婚了很久 一直都母兒母女 而每年的天候補彈 都一定會攜同妻子 去到妙語向天候討告 恰巧在一次天候補彈之後 他們聽到居民所說 於是就嘗試去摩拜裘子石 結果其妻子第二年就馬上生了一個男嬰 民政官後來卸任回國的時候 更加攜同妻子 前來天候廟參神 和向裘子石去籌借 待會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